陳麗芬小姐 請大家保持安靜 陳麗芬小姐 好,麻煩 從前有一隻港豬 從小到大都不關心政治 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除了上班、上學 起床最關心的就是吃喝玩樂 可惜無音無理的生活很快就完結了 回想回到2010年大學的一堂課程中 教授的講台上出現了幾個老人家 他們是來自一條在今時今日已經不存在的小村莊 這個小村莊叫蔡元村 失衝的政府聽不到村民掙扎的叫聲 但港豬都有耳朵 我聽得到村民求救而窄醒了 我很討厭這個特區政府 好地地睡覺為何要叫醒我呢 香港棕地面積多過一千公頃 不是用來做儲物回收 就是做貨櫃場停車場 政府這麼多年 有限制官地不用 有棕地不搞 是要搞蔡元村、古洞村、石湖新村 今次還要搞泳嶺村、鳳池村、陽屋新村 是不是非原居民好欺負一點呢 其實我都明知顧問 政府做事從來都取而不取難 沒有的 不夠雙鄉黑鬥就跪下 78鄉的鄉市委員會主席梁福元 在電台節目說 官雙鄉 說完黑社會都還可以 他們是合作的 究竟合作和勾結有甚麼分別 很簡單 見得光和不見得光 見得光的溝通就叫做諮詢 不見得光的溝通就叫做摸底 好地地一個在34公頃中地興建萬七個單位方案 無緣無緣無故又會變成 動這個5.6公頃六發達三條村 只要4000個單位 這下真是神奇 他加下黃色衣服又變成綠色衣服 人家MV換衣服就說靠剪接 就是環州公屋發展整個計劃 蜜換星儀又是甚麼玩法 一句說完 既然環州屬於平山鄉的範圍 就是平山鄉市委會主席曾雪和華氏 車場又是他的 地頭又是他的 讓你搞就按L-Doc 政府改變計劃前按L-Doc 還說甚麼 原來之前是諮詢過當時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 我想問問 今天又來宮廷會受影響的村民 在2015年10月31日之前 政府正式行憲勒令要你們2018年1月搬走 事前梁志祥和政府官員有沒有諮詢過你們的意見 沒有 聽到了 一個都沒有 建制派的人貓哭老鼠 事後出席居民大會有甚麼用 今天這個聯席會議又有甚麼用 反映完你們會聽嗎 你們真的聽得到嗎 我今天來是希望各位網民 聽到我這些事情 睡醒了港珠爆洩 自隔幾年 已經沒甚麼人還記得受高鐵影響的蔡元村 沒甚麼人會記得受東北影響發展的古洞 四湖新村馬市步村 究竟還要犧牲多少本土農業和鄉郊生態 政府才肯收手 本人就住在大埔 小時候玩ICQ的時候 住在九龍的人會問我 喂 大埔是不是有牛的 如果今時今日還有人敢問我這條問題 我會笑著回答他 其實香港都快沒牛了 政府這樣玩 謝謝 謝謝 我想提醒各位工作人士 在發言的時候 請注意你們的用詞 下一位是李玉強先生 謝謝